好的主播我们目前呢在屏东市区还是可以感觉到下午这个时间点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过因为今天早上到下午其实还是有一些风场雨漬的状况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牛球溪的水坝杂门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在这个复兴一号桥有路灯杆呢是有出现这样倾斜大概是15度的部分 因此呢屏东县政府其实也是有接获通报 而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桥的旁边也还是同样可以看到同样也有电线杆 疑似呢是这个被风吹到有一点点倾斜的状况 加上它当时这个线呢其实是一直连接到旁边的路面 所以也是让大家蛮担心说会不会有这样倾倒的风险也是纷纷的来通报 不过呢因为其实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会持续影响到屏东 所以在水坝杂门这边呢因为这里是牛球溪 所以呢其实还是会看到它的水流是相对有些湍急的状况 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目前外围环流还是会持续影响南部地区 在屏东的山区依旧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也要提醒民众要特别小心 以上来自屏东消息交还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